居民擋水用沙包 或者会在住家门框上 放三片 放两片 跟他们一样 当发生淹水危机前 动手装上的旧式防水闸门 若要达成大范围水患阻隔 则升级成太空包 这是最常见的防洪装置 两排红色墙面 一前一后挡住云林海线大潮水患 这个装置则是政府单位或企业 近几年使用的防水挡板 从原先50公分的规格 进化到一公尺高 11片防水挡板 每一片有15公斤 只花一分钟 一名成人就能组装10公尺长 要举门口雨浪袭来 全靠这片冲气势深缩防洪 闸门 hold在门框挡住水患 2021年6月4号一场瞬间降雨 让台北大安区致灾 但无论市区或郊区 都有淹水风险 拔水挡在闸门之外 这个金属装置 叫做铝合金组合式防水闸门 也曾被架设在省道台二线 宜兰路段的海岸边 透过水柱喷洒实验 铝合金闸门挡住水的公式 查看另一边的确没有进水 铝合金的重量 它是它只有那个 不就让它的三分之一重而已 自从那个八八水灾之后 就大概有防水闸门的名字出来 防汛场域也涵盖城市 包括大楼车道家门口 都能预先施工这样的防水手段 至于在瑞典出现充气的巨型防洪墙 则被套用在郊区场域 极端天气让淹水装置受到重视 冰来降挡水来 用防水闸门来挡 三零星台北台中 综合报道